有谁注意到 肖剑要杀永奇时 小燕子和志华的反应区别有多大 是否真爱一看便知 肖剑作为百姨人又出现在皇宫中 乾隆感到十分震惊 志华不嫌事儿大 直接戳穿了小燕子和肖剑的亲生父母是罪人 这时候的肖剑直接铤而走险 飞过去掐住乾隆的喉咙 永奇一看自己爹被挟持 于是开始和肖剑混拼 但他的功夫远远没有肖剑好 最后被肖剑打在地上 注意看此时志华的反应 他死死拉住老佛爷的手 但完全不敢上去阻止 而小燕子奋不顾身地去救永奇 他知道自己哥哥万一不收下留情 永奇就完了 他用自己的身体挡在永奇前面 或许危难时刻见真情了 肖剑看着一屋子的人 最心爱的妹妹 最心爱的女子 还有最好的兄弟 他知道自己这次失败了 而志华还火上浇油 告诉皇上不能心愿 说这一伙人在计划着要再一次大逃亡 可能走了就不回来了 永奇两眼含着泪 告诉皇上自己已经想好了 江山王威自己不在乎 小燕子怎样他就怎样 所有人的命都在皇上手里